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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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听 你有我是新西兰的义德投影 和社长Raymond Wong 你好 我们Jayman 你好 我大家好 大家好 财士 珍德好 香港的疫苗接种速度大落后 其实那个罪灰禍首 一定是 旅发营起的媒体 当然 对 罪灰禍首一定是 旅发营起的因为经营得法 而旅发营起的洞房 是罪灰禍首 其实 现在港大专家 就出来说 根据 MING POW 日月晨报 他们的A2 要文版 我只是根据他的Facebooker 那里看的 就是MING POW 即时新闻 他分享了他的A2 好了 他那个题目就是Toros F 讲的 港大专家 狗手必失 谷针 增全球开放 真的很坦白说 你现在出来说 狗手必失 就一定会被人骂 即是说 你们是为了 政府抗疫不力才说话 就是 遲些就有人出来骂 最主要当然是 议员那些 那些 好了 这件事 就是 他还有说 目标 7月前99%接种 唐渡逸峰 往后新冠可当流感 其实 他这份报道里面 说的东西 就是跟我们说的东西 都不是说 差得太远的 因为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 我们经常叫大家去打针 为什么叫大家去打针呢? 接种疫苗的比例 人口比例不够的时候 一个地方是不可能开放的 是不可能的 你自己想想就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 现在 这个新冠病毒 你是不是可以在全球范围里消灭了它呢? 就是全球范围清零 说过 是不可能的 没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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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acef 说那群激男人 会骂完国勇团队 不过我相信那群专柜 议员KOL 不会出面骂他们 会找清朝民其他人滲出来 他们现在是会骂的 其实他不是要骂特区政府的 其实最主要就是 到最后 那群青朝民 全部到最后 把炮台射向特区政府 他们那群激男人 基本上 一直都是在做一件事 就是 对特区政府的民怨 其实他们 你说 想不想做特首 就是说真的 就算他们那群人 做了特首 都搞不定香港 其实是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 做督君 一直都是想着 不要认为他们会做 要负责任的事 他们那群人是不会负责任的 港元都不理不算数 其实 整群人都是盗人反政府的 或者是 我觉得那些人是离谱的 那些人是 YKman提醒大家 有755人听 只有75人 大家才能负责 多谢大家 小岚就说我们个个都知道 是傻子 不想知道 小岚说的 你很坦白说 这个没办法 就是 有很多人 他们的想法就是 喂 现在 就是 抗疫防疫 是特区政府的责任 那特区政府做就可以了 是不是 其他人不配合 不关事的 总之 不关事的就是特区政府的错 譬如 现在 外防输入是很难的 其实是 我们也说了 Omicron 基本上是很难搞下去的 其实很难处理的 那么 还有一件事就是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一定要记住 就是 在香港 长期都有一份媒体 是出这样的头条 我现在读一些头条 好 五巡独居汉 针后家中亡 包帝质疑 因接种疫苗 引发爆血管 这个是2021年10月15日 好了 中年南针后三周 心肌更失望 死后仍不断收信息 提醒打第二针 这是2021年10月17日 好了 陆秦汉 针后十四日内亡 这是2021年12月16日 这些是针后人龙的 十三岁女 针后亡 幽远情报 迟近月 这是2021年11月5日 这是2021年11月5日 另外还有这样的 同一宗新闻 它做了几次 你要听着 这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的 就是 12月16日有一宗 12月15日 有另外一宗 陆秦汉 接种疫苗 十四天内亡 令十三岁男童 打手针 研心肌炎 好了 接着就是 今年12月13日 六十六岁虎 针后十六日 还心肌炎 孔帆毅 情况罕见 12月13日 12月13日 好了 这是2021年8月7日 再多三人针后亡 五十八宗面炭 哇 这么多这些新闻 你真是 如果这样也觉得 打针没什么 看来你也是 经常接触这些新闻子 接触这么多这些 这么负面的信息 还觉得 有信心的话 我觉得是很难的 这份报纸 这些媒体 不停地诋毁疫苗的效用 不停地散播一些 此是而非 此是而非 我又不能说他完全不实 他只不过此是而非 的信息出来 这样也够玩死了 玩死香港 是吧 是的 还有 我现在就要数一数 他 即是 女法刑起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报这些 陆秦府 而针后 还心肌炎 亡 首评与疫苗关系不确定 这个就是 2021年12月9日 然后 2021年9月23日 八十四岁 八十四岁 用针后忙 六青少环 心肌炎 好 今年年头 告诉你 年头 听着 2021年3月4日 刚刚有疫苗 没来 针下人亡 全城恐慌 打又死 不打又死 这份报纸 这份报纸 是啊 他们 是很离谱的 他们还要是全世界 和疫苗有关的负面新闻 都会狂暴 好了 听着 2021年10月23日 基隆 爆疫 再增 三人 针后忙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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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這些真的是 神經病 好了 9月22日 今年 又是 台一人染Delta 病末 九秦翁 衝打第二針 后忙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了 接着 好了 又是洞房 10月18日 鹿秦翁 中疫苗后三周忙 死后 憑收信息 速打第二針 家属悲憤 其实是同一宗新闻 同一宗和疫苗有关的新闻 他做几次的 扑他街 是特意刻意地做的 唉 好了 还有 那 这个是台湾地区的新闻 2021年6月18日 兩日十三人 针后忙 台多地爆援打潮 我告诉你 好了 2021年4月27日 74岁病虎打伏必太后忙 累计二十六名 针下亡云 喂 如果你看到这些 那么多的新闻 会怎样 啊 人都瘋了 哈哈 人都瘋了 不肯打针咯 最基本的结果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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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样打一下 全部都是负面的新闻 哈哈 而且都是一些似是非的新闻 不进不实的新闻 不进不实的新闻 什么疑 疑死亡 疑死亡 只要加个疑字 就可以 登出来 是啊 你起码都要确认了才可以登 是吧 没关系 他们营起是有原因的 我也告诉你 我们就叫人打疫苗 越来越少 越来越做越缩 越来越缩 越做越缩 他就越做越劲 是吧 哈哈 因为经营得法 他 旅发营起 我们因为经营不得法 就 不得法 就 越来越惨 逆流而上 始终是 哈哈 每个人说不要打针 我也是叫人打针 是不是 是逆流而上 逆行者 是很辛苦 很难的 注定 是这样的 哈哈 还有的 不是说笑 五巡汉针后暴斃 家属质疑疫苗后遗 这是2021年10月16日 痴痴 有什么后遗呢 我打了两侵 没有后遗 有后遗症 为什么我经常喉咙痛 不知为什么 不关事 这个就是喉咙痛 不关打针事 大家都知道 你吃得多煎炸的东西 就容易喉咙痛 是不是 那把声用得多 就容易喉咙痛 是不是 身体有什么问题 都会败疫苗 现在的人 有什么事 都败疫苗 为什么我打完疫苗 不举 又败疫苗 又败 是啊 但是有些人就说 打完疫苗之后 持狗力厉害了很多 其实这些是没关系的 我们都告诉大家 不应该有关系 好了 其实很夸张 其实他们 台湾地区 说真的 抗疫的事情 他们又不是如实报道 特别是找打完疫苗之后死的人来说 咦?你死了吗? 是啊 因为台湾地区的疫苗都很杂不得 有些人又打阿斯利康 有些人又打福必泰 有些人又打其他的 就是Moderna 应该是很杂的 他们打什么疫苗都有 他们是 还有那个高薪 不知道 忘记了 他们自己研发的 其实他们自己研发的技术路径 理论上是安全的 因为内地也有用那个技术路径 来研发新冠疫苗 就是 理论上是安全的 而且 例如说台湾地区政府 会不会专专给一些不好的 去针那些省民打呢? 他不会的 要明白这件事情 其实说真的 那些人说 刻意被毒针的人打 我不相信这些东西 除了卖白痕的人 刻意被毒针的人打之外 其他人都不会的 我只能够这么说 动防还要很离谱的 其实 有时候大家也知道 疫苗会不会有问题 封装、批刺会不会有问题 其实这些东西是没有百分之一百没有问题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 这些问题是不应该有 但是香港也试过 伏必泰的包装不漂亮 好像科卿也试过 封装有些不妥 有不妥的批则 退回他就可以了 是不是? 因为这些东西是没有百分百的 大家都知道 他特地这样报道 你看看 2021年听一听 9月7日他说什么 舒逸莫德纳新冠疫苗 藏二密 再多一人 针后忙 他是这样说的 很夸张的 其实 你想想吧 如果疫苗真的这么危险 为什么几十亿人打了 死亡个案这么少呢 我们隐瞒而已 哪有隐瞒而已 哪有隐瞒而已 没有报道而已 没有报道而已 这份报纸 他 真是 仆街的地方就是这样 听着 2021年3月15日 二百万劑疫苗急清货 强推全民接种恐惨 不是说笑的 恐惨 是啊 他内民更仆街 告诉你 真是可惡到极的 这份媒体是 针下人亡 引爆全城恐慌 对不起 读错了 针下亡人 引爆全城恐慌 本港两周内有六人打科兴疫苗后身亡 伏必泰疫苗 亦有两宗需情报副作用个案 周年尚未附运到港的牛津瓦斯利康疫苗 亦与挪威有三名医护人员 接种后出现血散煞 港府订购的三款疫苗 全部出事 疫苗安全成疑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 他里面还有报些假消息 那其实 就是这么说 他怎么说呢 你听他怎么说 其实这份东西 就是现在香港面对这样的困局 他是难辞其咎的 绝对是罪欢禍首 他就是这么说的 外国迅速应对 泰国丹麦冰岛等地 已暂停接种亚斯利康疫苗 没有 然后很快 其实 暂停是看一看 然后没有事继续打 然后是 事实就是 现在你看回头 然后 他们说什么 反观 反观 港府仍坚拒 撒停接种计划 更不断扩大 是优先接种群组 甚至 而为解决有针 没有人打的尴尬局面 考虑提早啟动全民接种 当时 有个学者 叫做 陈伟强 他怎么批评特区政府呢 回头看 现在 你现在信他在报纸说话 你真是杀岗 他这个人根本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说什么 好了 三月的时候 听着 好 说 他说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 港师陈伟强 也就是我们称呼的 傻子强 他有两段是报道他说什么 当然你知道 如果有看开动房的报道 他那段 到最后的一段 是这么说的 港府无视 市民要求制定接种指引 将责任卸责市民及家庭医生身上 且每次出现死亡或严重副作用事件 都会将本港患病数据以作比较 质疑当局转移视线 怎么转移视线 这些人说什么 有些人说他很正常 这个陈伟强 扑你一届 这样说话叫正常 这个人 他弱智 这个人 告诉你 陈伟强 都是其中一个罪魁禍首 就是香港疫苗接种中度太落后了 现在 这个困局 根本上 这条持续教育学院讲师 他要持续被人教育 这条仆街 告诉你 他必须要拿回去再教育 这个人 他懂什么 这样说都可以 是啊 他真的这样说 有时候我真的很生气 他怎么说呢 他还有这样说 他又质疑当局是想尽快消耗以扣入的疫苗 所以扩大优先接种群组 但是无视疫苗安全问题 迫港人做白老鼠 白老鼠这三个字就是他搞出来的 这个是陈伟强 这个是傻子强 这个是傻子强 这个是正混蛋 这个是傻子强 有时候真的很生气就是这样 没办法 看到这些人 你看看不是火刀 还要很简单 现在的人传新闻 不是传过内民的 我告诉你 他就在洞房那里 夾下图 接着就传了夾图到处去 很简单 香港已经死了 香港其实我告诉大家 很糟糕的 Rittle说 动房员工是不是个个都不打疫苗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那 Grace H就说 台湾资产疫苗高什么 我也忘记了高什么 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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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高新 我忘记了 总之不记得 名字都比别人怪 老实实 现在我有一些朋友都要打高端 要打台湾自制的那些 有什么问题 他打完之后 他打完之后 绝大部分人打完都是没事的 这个我们也要说 他没错 是有些奶奶的 有些奶奶的 但是你也要明白 台湾地区 某程度上 他们的政府 这件事是很糟糕的 把疫苗也是高度政治化的 这个议题是 寧愿接收日本人送的过期疫苗 都不愿意拿国内生产的疫苗 这个政治化是导致他们有这样的偏差而已 不过你说高端纯述得过 我相信 台湾政府 当地的政府 推出的 应该都是可以的 而且也有不少人都打了 有没有什么负面的新闻呢 暗时来看就不多 始终 对抗这个疫情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接种疫苗 对吧 其实我说的只是一部分 我告诉你 其实 动防报的负面新闻 即是有关新冠疫苗的负面新闻 是太多了 太多了 是太多太多了 你自己去看看他们 他们是如何取态去报导的 即是 某程度上是很离谱的 其实某程度上是 我认为 即是 香港现在面对这样的困局 即是打疫苗打得这么慢 即是 有没有搞错 还要等多七个月才接种到99% 有没有搞错 袁国勇出来说 即是日月神报那里说 我们先想想想 即是我自己粗浅的看法 这样 即是说得切吗 说得切吗 即是现在 这个 香港的疫苗接种速度 基本上 差不多是全世界最慢的 因为 这个情况 也是有针等人的 跟 美国的情况是一样 针等人 即是 是折诺到这样的 即是 澳洲 新西兰这些地方 其实一直都不能够 这么早开始打疫苗 硬要长期清零 又要封城 就是因为没有疫苗 你没有疫苗的方法 就一定要清零 或者人们接种疫苗的比例 比较低的时候 你还是要用清零策略的 你是没有办法跟病毒共存的 现实就是这样 好了 昨天 就是 香港疫苗接种剂次 最新的 是11,600剂 其实是很慢的 即是打针速度 那 即是 即是 现在 香港的情况是不乐观的 为什麽呢? 我们说过很多次 没错 你现在看到 以接种第二针的人口 就是68.9% 即是 好像可以 也不错 但是 你要记住 这个数据 不是这样的 这个数据 就是 如果要用 750万人口 做基数的话 其实 香港 即是 真正 完全接种疫苗的人 是不够六成的 是不够六成的 因为 即是 你计算一下 就知道了 即是 现在打第一针 现在报出来 是72%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用750万人口 做基数 香港只有64%的人口 是接种第一针 而内地这个数字 是去到85% 差不多 去到86% 较早前我看到的数字 就是 你要记住 有很多人 即是在内地 都是不能够接种疫苗的 即是 婴儿是不能够接种 现在是要三岁以上 才可以接种 所以现在是很严重的 即是 你要看看香港的情况 根本 为什么这么难搞 就是 有 太多人在这儿胡说 那里头又说 全世界 都鼓励人打疫苗 以色列还没有人民打疫苗 香港又不说 其实他不会说 其实全世界都是叫人打疫苗 他的媒体是特意不说 是隐瞒了部分的东西 那不要报这些 不要报这些新闻 对疫苗有好处的新闻 全部都不报 但是最负面最夸张的新闻 他就加油添醋 才拿来报 什么疑似針后忙 什么疑似針后忙 什么疑似 你都说完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啊 疑似針后忙 那没办法的了 现在再听一听 再听听网友怎么说 Veronica就说 洞房没有叫员工打疫苗 而打疫苗也没有假期 我朋友有打 但不知多少人打 那些人打了都不说 只知道这么多 还有 我是村委书记的老爸 说真的那句 什么时候轮到香港做白老鼠 我们说过很多次 那时候我们都要出来辟谣 但我们证明了没有用 《网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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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样的 内地就打一针 《网友编辑》 《网友编辑》 所以不同的药厂 它出的东西是不同的 如果要比较 一定要根据数据来比较 那时候肖特争又说 昨天新闻以色列 就打第四针了 而非洲国家很多接受捐赠的疫苗 是过期要销毁或者退回 其实 那个问题就是 实际上 捐新疫苗出去 即未到期就捐出去的地方 我知道只有两个 就是香港 因为香港是捐出了阿斯利康 那时候又有人出来骂 记得 在洞房 又找人出来骂 为什么要订阿斯利康 那时候又是傻子强有份说的 我免得找证据他 因为这些人 说的坏事 做的坏事 其实是庆祝难输的 好了 那现在实际的情况就是 香港的问题就是 很多人 其实是 对着干的 就算他拼着红旗 他实际上的媒体操作都是对着干的 和特区政府是 是很离谱的 那 没办法的了 Jennifer Wong Thomas 她说美尼坚这些人都一样 说我有我自由 喜欢打就打 不喜欢打就不打 催眉目内 那现在就放很多 疫苗护照的限制出来 现在福奇 在美国都说了 现在说一说美国 香港那里暂时先停了 就是动房 这个女法刑起的罪魁禍首 我们还是不要说他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好吗 就是这样 拜拜